一夜爆红销声匿迹的明星 第一位 白雪 凭借小鱼儿与花无缺小仙女一决走红 被大家熟之后处在事业上升期 她却突然消失在大众视线人间蒸发 第二位 新子 红苹果乐园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可据火人不火消情开始销声匿迹 一年接一部戏都是幸运 如今已成日更博主 第三位 马可 在加油儿女中展露头角 花千古里的沙千墨一夜爆红 后续作品存在感不强泯然众人 第四位 刀狼 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她突然大火 大街小巷都传唱着她的歌曲 下完这场雪后 她也消失在大众眼中 第五位 杨雪 小鱼儿与花无缺里 因爱生恨的江玉燕 这个角色一度成为许多人的童年阴影 随后她却渐渐淡出大众视线 第六位 赵文奇 在爱情公寓里出演秦宇墨 迎来事业大爆发 成为无数宅男的女神 可惜随后再也没有其他消息 最后一位 陈好 粉红女郎李万人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后演绎事业不温不火边缘化 还好如今陈好又邪星座强势回归 你觉得谁的隐退最可惜